大家好 这里是高潮来说赤裸与恐惧 有一个位于南非洲大陆的小国叫林波库维纳 这里有荒芜草原和高耸山岩 这地形成为动物们的娱乐世界 在这片土地上 到处爬满了各种野生猛兽 鳄鱼 猎豹以及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大象 每年都有几百条人命惨遭其足像 当然 除了来自动物世界的威胁 林波库维纳还是个极度缺水的国家 这里常年酷暑炎热 极度不适合人类居住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里只有一处水源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捕猎场 难免造成各类猛兽互相厮杀 今天要来挑战这片蛮荒之地的 男性挑战者名叫瑞安 这哥们长得虎背熊腰 看起来很像战斗民族俄罗斯人 瑞安是一个专业的野外求生指导员 不仅做着指导求生的工作 平时还特别喜欢磨练技能 尤其擅长钻木取火以及捕猎 据说连熊都不敢来招惹她 瑞安凭借着20年的野外求生经验 以及扎实的捕猎技巧 让她成为荒野求生领域的高手 所以专家给她的初始评分高达8.1分 另一位是女性挑战者叫做谢尔万 这个年轻貌美的的姑娘有个小型农场 明显是土豪家的女儿 但别看她长得不像是吃苦耐劳的人 她小时候经常居住在户外 这为她打下了野外生存的扎实基础 以前多次搬家的经历 让她在各种混乱的环境中都能保持清醒 然而她已经过上富足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让专家有些怀疑 她是否还像小时那样吃苦耐劳 所以给她的初始评分为6.3分 在一辆熟悉的皮卡车的带领下 两名挑战选手就到达了出发地 熟练地脱掉衣服之后 非洲蛮荒之地的21天挑战之旅 也就正式登场了 然而瑞安才脱了衣服走了一回 转头就看到了非洲特有的脚盔蛇 她毒液会迅速引发休克和坏死 更加可怕的是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她的抗蛇毒血清 要是被咬必死无疑 然而她在瑞安眼里 就是一块移动的蛋白质 瑞安果然生猛 只用一根小木棍就成功制服了对方 真是一高人胆大 装好蛇就准备提着见面里去见她的搭档 不一会她就看见了让男人科尔蒙突高的姑娘 两人简单寒暄后 瑞安递上了她的战利品 这可让谢尔曼高兴极了 紧接着 瑞安领到了那把熟悉的开山刀 而谢尔曼则掏出了一张网 另外还有一个黑不溜秋的煮水锅 除了打火器的 装备基本上都算齐了 应该是节目组对瑞安的生火技能充满了信心 这部瑞安就几乎拍着胸膛说 放心生火包在我身上 接着两人翻开地图看了看 就很快确定了前往扎营的方向 一开始两人一路上互相了解调侃 看起来好像很轻松无所谓 但是很快他们就笑不起来了 走在酷热的草原上 炙热的阳光烤得两人看起来像烤猪 在这一望无边的灌木丛里 根本没有可以遮阴的地方 这让两很快就口干舌燥实在难受 于是两人就快马加鞭感觉找到目的地 然而光着脚板 在这被阳光烤得滚烫的砂石上走 简直是扑汤蹈火 实在是太难为两位挑战者了 忽然 瑞安看到前方有棵大树 于是他就巴拉下一块树皮 就给两人做了一双鞋子 有了这个特制皮鞋 两人的赶路就轻松多了 然而两人才没有走多远 就忽然差点撞到了传说中的非洲大象 吓得两人脑瓜嗡嗡响 真害怕这大象不高兴就呼呼冲过来 好在有惊无险 可能这个大象天生害羞 看见两人光溜溜的 就赶紧遮住眼睛跑掉了 就这样两人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扎营地 这里靠近水源而且地势较高 可以有效避免猛兽的入侵 很快瑞安就要开始塌了的表演 准备砖木取火 惊艳告诉他 在这蛮荒之地生存 生活才是当务之急 然而此时的谢尔曼已经不在状态了 只见他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看起来精疲力尽的样子 而另一旁的瑞安准备开始了真正的表演 只见他用手搓呀搓木棍 火苗就奇迹般升起来了 不愧是八分的高手 简直比打火器的效率还要高 这惊呆了一旁的谢尔呢 惊艳再次告诉他们 就算有了明火还不足以高枕无忧 于是两人又找来大量的木头和荆棘 像围城一样把营地围起来抵御猛兽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晚上 太阳一下山 河边就引来了各路猛兽群聚 周边不断传来各种鬼叫嘶吼 吓得两人一直不敢闭眼 就这样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天刚蒙蒙亮 两人就好奇地去巡视营地四周 这一看下的两人后背只发凉 他们不仅看到新鲜的大象粪殿 猎豹留下的脚印 还看到了各种动物残骸 原来昨晚他们营地四周到处流窜各路猛兽 于是两人回到营地后 赶紧去砍更多的荆棘来加固城墙 由于昨晚一只心惊胆战没有合过眼 让此时的谢尔曼已经心神疲倦 看起来更加不在状态了 好在瑞安此时的状态好算良好 他安慰着谢尔曼说 他有一个祖传的防范猛兽入侵的办法 于是他就在营地周围撒了一波尿酸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晚上 太远公公已走开 营地外开始各路妖魔鬼怪的表演 到处传来嘶吼鬼叫的声音 想起那些营地周围的足迹 谢尔曼更加惊恐不安了 他不停四处张望 生怕忽然有猛兽扑过来 就这样两人睁着眼 又惊恐不安地熬过了第二晚 更不说好好睡一觉了 时间来到第三天 谢尔曼就更加不在状态了 只见他目光呆滞 眼眶已深凹不少 这才第三天 他已经像个死人一般 只想躺着不想再动一下 然而此时的瑞安仍然像打不死的小强 依然状态良好 他为了帮助谢尔曼 决定独自外出骨猎 出发前他觉得制作一把弓箭 只见他三下五除二 就很快整出了一把 看起来还不错的弓箭 果真的是高手 于是瑞安自豪地拿起弓箭就出发了 他顺着足迹 很快他就在河的一边 找到了一只野猪 然而那只野猪抬起头看了看瑞安 就若无其事地继续低头拱吐 好像在嘲笑瑞安说 就手上拿破玩意 有种就过来呀 瑞安好像听多那猪的意思就兴兴离开了 既然大的打不过 就找小的来欺负吧 很快他就发现了前方树上的鸟儿 于是拉弓瞄准 搜一声 只见见落不见鸟声 毛都没射到 但是真正高手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说就差那么一丁点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 好吧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然后高手的表演从来不会让观众失望 这步一箭就射到结满了无花果的树上 于是瑞安爬上去摘了一堆 此时营地一边的谢尔麦 状况依然没有好转 就算吃了瑞安的神仙果也无济于事 很快又到了第三个晚上 那些妖魔鬼怪又来吓唬他们了 那些鬼叫嘶吼 让谢尔麦更加崩溃了 他不停喊着 我不想死在这里 我不想死在这里 终于又熬到了第四天 然而谢尔麦已经彻底崩溃 他虽然很不甘心 但是还是主动在第四天一早 联系联系节目组主动退出了这次挑战 原本需要挑战的21天 他只熬到第四天 所以他的评分等级 也从开始的6.3分 暴降到了业余级别的4.1分 这非洲大草原太恐怖了 希尔曼离开后 再就这剩瑞安一个人孤零零 面对剩下的17天了 四周依然猛兽横行 尽管八分高手的他 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了 于是他开始收集更多的木柴 来保持篝火能够继续燃烧通宵 有名火在妖魔鬼怪就不敢靠近 很快来到了第五天 虽然瑞安独自一人度过了南傲的夜晚 但是看起来状态依然保持良好 一早起来不仅抓了只毒蝎子来吃 还用动物皮给自己做了一双真正的皮鞋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 瑞安也开始崩溃了 不仅独自一人寂寞难耐无法入睡 还因长时间没有进食 身体已经开始扛不住了 尽管身为八分的高手 但是面对非洲大草原各路神兽威胁 再厉害的高手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奈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 依然无法找到像样的蛋白质来源 晚上各路神兽不断围攻营地 这样瑞安也开始了怀疑人生 终于在第十二天 通过考虑再三 他决定放弃并联系节目组 选择退出了挑战 最后他的综合评分 由高手八点一分降到了六点七分 然而尽管瑞安没能挑战成功 但是独自一人顶过那么多天 还是足以证明了瑞安配得上八分高手 只是难耐着南非大陆太恶劣 他只能选择保全退出了 虽说可惜但已足矣 好了本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见